康师傅绿茶的品牌代言一阳千玺即将闪亮登场 千玺和康师傅绿茶已经携手走过了两年的时光 他出道多年给人一直以来保持着勤奋努力敬业的专业形象 给人的感觉呢当然是阳光积极清新有活力 这一点呢和我们康师傅绿茶的定位是不谋而合的 千玺呢也很努力这两年不管是影视剧啊音乐啊舞蹈啊时尚各方面 都展现了自己不同寻常的实力与魅力 各位接下来不用我多说了 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我们康师傅绿茶品牌代言人 一阳千玺有请 欢迎清醒 来清醒先跟我们现场的朋友还有线上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我是一阳千玺 来一开始通常都要先小尬聊一下 所以先来问一下千玺 因为今天的千玺来到我们康师傅绿茶 新兴活力的品牌发布会 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一些工作的进展 也是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好不好 虽然很多人已经很熟悉了 前段时间前两个月就是扎在剧组里面拍戏 然后那段工作忙完之后出来就忙一些商业型的拍摄 是还有一些包括演出啊包括一些新的音乐作品啊 都有跟我们见面对不对 对 然后电影呢现在大家也大概都知道时间了对不对 你们不要光忙着拍照要跟我们互动啊 我们不是两个人互动我们是全场互动好不好 好那其实我必须要说因为千玺出道也有七年的时间了是吧 我都七年了 好 在我的印象当中 其实他一直也非常非常的努力 这个问题啊 千玺要认真的来回答我一下 就是你究竟有什么秘诀 可以一直保持清新活力呢 我觉得就是一直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嗯 就可以 没了哈 当然我们还要喝康师傅绿茶 非常好 这个回答简直是完美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一个小小的互动 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我们康师傅绿茶了 我们要一起来一个小小的互动 要请千玺跟我们一同来完成一下 我们要先请我们工作人员把道具给我们上上来 来 先上道具 好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在我们这边呢会有很多我们随身都会携带的一些东西 来 千玺我们一起走到这边来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了 在笑什么 谢谢啊 知道了 你们也互动得过于频繁了吧 好好好 来 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 这个是我们最近经常会用到的口罩 对 然后有一个苹果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不知道 这个是那个健身用的那种弹力带 健身的弹力带 然后 你们好会撩我跟你们讲 这个是窗口贴 然后这个是 消毒的 消毒的酒精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然后这是一本 记事本 这个是一个小风扇 这是一个 彩色铅笔 毛巾 笔袋 然后当然少不了我们的主角 康师傅绿茶 接下来呢是这样子的 我呢要给你几个不同的场景 然后呢你会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之下 你会选择哪些装备出门 好不好 好 第一个场景 来先说一下 如果千玺要去图书馆 毕竟也快开学了 对吧 嗯 要去图书馆 不知道千玺会带什么东西呢 嗯 笔记本 那个说我的你给我站出来 笔记本 笔记本 还有呢 然后笔袋跟 笔 笔 还有绿茶 好 带了四样东西 笔记本 笔 笔袋 还有康师傅绿茶 没有你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第二个场景啊 如果在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拍戏的时候 或者是拍杂志的时候 你会带上什么东西呢 呃 绿茶 嗯 好 然后 苹果吧 苹果 嗯 对 没了 这个会被带了 拍戏的时候用得到应该 用得到吧 对 就是小风扇拍戏的时候 一般都会用得到 好 再来看一下 如果是和家人 跟朋友相聚的时候 有哪些东西是必须带的 绿茶 然后 呃 洗手液吧 洗手液 对 跟家人相聚 保保证他们的那个健康和安全 对吧 还有什么吗 呃 呃 好像 跟家人相聚 在家里口罩应该还好 对 还好 是吧 出门是要戴口罩的 所以总结一下啊 答案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就是这个游戏的互动的 总结的就是一句话 一样千禧啊 不管走到哪里 他都要戴什么 什么绿茶 好的 回答得非常棒 尤其是我们的康师傅绿茶 好 那我说到这里 我要插播一下了 谢谢 这段我来了啊 康师傅绿茶 精选 两叶一新绿茶 富含茶多芬 茶多芬能干嘛 抗菌消炎抗氧化 防辐射 提升抵抗力 更有天然蜂蜜 滋养身心 绿茶加蜂蜜 清新添活力 带来活力 好心情 我相信这一点千禧 应该是身有体会吧 是的 好 那这样好了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就回到舞台中央吧 我们请工作人员 先把这个道具来撤一下 来来来 我们回到舞台中央 好 那其实呢 我要跟千禧来聊聊天 这次在开学 其实也好久没有去学校了啊 对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次在开学都要上大三哦 对 我的天 千禧都上大三了 一边读书 一边工作 有没有什么时刻 会让你觉得就特别累 特别辛苦的时刻 可能就是工作 比较繁忙的时候 嗯 对 会 你会 你是那种会 就是 情绪会那种 你应该不会特别展露情绪的那种人 嗯 不太 一般 一般不太会 一般不太会 嗯 那工作人员他们会发现你累了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 比如说一些方式吗 嗯 会给你喝一点 康师傅绿茶吗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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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哈 我们呢 其实千禧作为我们康师傅绿茶的品牌代言人 我想问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 就是你觉得 一杯好茶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茶香和它的口感 嗯 比较重要 对吧 那其实今天呢 我们也特意安排了一堂茶文化课 帮助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茶文化 和我们的康师傅绿茶 那在给我们上课的这位老师呢 其实刚刚各位在开场的时候 已经看到他了 他也是非常的大有来头 他也很年轻 就是一位跟我们一样年轻 他是一位95后的新晋茶艺师 他叫做徐黄涛 他曾经荣获第二季的 湖南卫视茶频道最美茶艺师全国总冠军 第五届的中华茶奥会茶演说家的冠军 以及2018年WTBC 中国精品茶叶冲煮大赛的冠军 所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徐黄涛小哥哥有请 来 你好你好 主持人好 需要那小哥他还有个外号叫小九 所以我就暂时叫他小九了 好 来小九今天有个使命 就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些茶的一些知识 对的 今天带了一些跟茶相关的小知识和问题 跟千玺还有大家一起分享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 先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就是你先来要不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对 因为茶是我们中国的国饮 其实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然后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对于茶有一些严肃和古板的标签 其实喝茶是一件可以复杂也可以轻松简单的事情 对 像历史当中我们唐代人煎茶送人点茶迷人泡茶 一直到明清之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六大茶类 对 六大茶类 对 对 我做了一个小 我说你为什么眼睛看着 对 有 绿茶 白茶 黄茶 青茶 红茶 和黑茶 对 这个是我们今天中国茶的一个主流的分类方式 还有青茶呀 对 就是乌龙茶 比如大红袍 对 那就正好有第一个问题想要问千玺和大佐哥 就是这六大茶类里你们觉得哪一类是历史最悠久 千玺 闭着眼睛打的问题 那当然是绿茶了 对的 对的 非常非常的机智 谢谢 绿茶其实它不仅历史悠久 而且品饮绿茶其实承扎着一种我们中国人不识不识的一种哲学饮食的理念 同样绿茶其实不仅好的绿茶工艺品种和地域很重要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采摘的等级 在上场之前我画了一个小小的漫画 对应该下一张上有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猜一猜在这四个鲜叶采摘的等级里面 哪一个是两页异星 应该也很明显对不对 对 两页异星顾名思义是 干嘛 他还没回答 你就着急 着急Q流程是吧 没有 千玺 第几个 上面都打出来了 对啊 怎么就直接打出来了 要留一点悬念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第三个 对 我们又不小心回答对了 掌声鼓励一下我们 多不容易啊 来 两页异星其实就是顾名思义 非常好去理解它的一个采摘 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 两页异星也是我们现今很多知名的绿茶的采摘等级 因为它既综合了当牙的鲜爽 但是当牙相对鲜爽又比较弱一些 大叶相对浓郁又比较苦涩一些 所以两牙异星其实是一个非常棒 既鲜爽又富裕的采摘等级 就综合表现最高最漂亮 对的对的对的 今天我看到那边因为道具都已经摆上了 是不是你要在现场来教我们一下 就是一些互动的一些方法 就是究竟这个好的绿茶嘛 对 应该怎么来喝 对 第二个跟大家分享 我们一起移步到这边 好的绿茶应该要怎么喝 来来来 我准备了一些绿茶的常见的主炮器 对这个很明显 是一个玻璃杯 因为绿茶形比较美 玻璃杯可以很好的光汤色和看外形 然后千玺平常也很喜欢自己喝茶 对不对 有没有使用过这个器皿 有过 有过 有使用过就说明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老茶客 因为盖碗它其实是很多茶行业我们做审评或者是行业当中大家非常爱用的一个主炮器 它非常好的可以光看汤色选择注水点包括说可以很好的看夜底 所以可以更综合的分析一泡好绿茶的多方面的因素 是这个盖碗 对千玺有用过我们今天就一起跟大家一起来讲解和体验一下 好的 因为就是我们就用相对温良的水 然后来展示一下盖碗的一个出汤的状态好不好 如果说我们在投入茶叶之后 正常情况下我们在加入水可以选择边沿定点注水 或者是黄绕注水 这样的话在我们绿茶可以充分的浸润 少少降温 然后拿捏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 千玺之前用它有没有被烫到过 没有 没有 那宿命非常厉害 因为使用盖碗的时候很多人非常容易被烫到手 所以我们拿捏的时候要将它茶水分离 最好是拨开一个两毫米的小口 食指和拇指 中指和拇指捏在对边的一个直角上 然后我们的食指轻微卷曲 第一个指节抵住我们的盖子 防止它滑落 老师你今天有点抖 对 因为见到千玺非常的紧张 大家千万不要抖 要心情淡定 这会影响一泡好茶的滋味 好的 稳定地拿起茶之后呢 看到90度往下出汤 蒸汽90度往后上升 所以这样出汤它就是一个完全不会烫到手的状态 然后茶汤的颜色也可以很清晰地被玻璃的公道被砍到 对 这个是我们盖网的一个使用 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盖网 刚刚是不是觉得它很利落 就是 对 一下就都几年了 对 绿茶其实就是不用闷太久 然后因为它比较鲜嫩 喝绿茶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很多 就像之前大佐哥说了 绿茶有很多多分类物质 可以清除自由基卡氧化 会有很多肝酸类物质 比如精神比较疲惫的时候 多摄入肝酸类物质会让我们思绪变平和 对 但有 怎么办 我有个很严重的问题想问你 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都知道 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绿茶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的 你从头到尾在提绿茶 你不给我提一下蜂蜜吗 要要要 非常重要的就是蜂蜜 是因为绿茶里面多酸和咖啡因类物质 虽然很好 但是对胃会有一定的小刺激 所以会有一些人可能不大适应 这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调饮方式 就是加适当的蜂蜜 既可以减少绿茶的苦和色 又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肠胃 所以这个就是绿茶和蜂蜜 这个绝佳组合对于身体的好处 就是对胃不好的人是相当相当友好的 对对对 然后也可以就是清除自由基和看氧化 是 好 今天我们要特别地感谢我们 小九老师的分享 谢谢他 谢谢 来 谢谢我们回到这边 怎么样 就是这堂茶文化课还满意吗 就学到了几个知识点 我感觉你回头会真的认真的回家的时候 会一个人的时候默默地按照 今天学到的这个做一次 对 对 回的 那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这堂课呢 相信我们现场和我们线上同步观看我们发布会的朋友们 应该呢也已经感受到了康师傅绿茶的真诚可贵和清新活力的品牌个性 千玺应该有感受到对不对 是的 很用心 而且很清新 很用心 很清新 那其实炎热夏天呢容易身体困乏 来一瓶康师傅绿茶为我们的身体呢注入清新的活力 刚刚老师其实教了这么多的知识点 接下来就是考验千玺听课成果的时候了 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千玺对于康师傅绿茶的了解程度到底有多少 我们要请工作人员给我们来上一下道具 其实也不是特别难 但是又有一点点难 怎么的呢 我们今天的现场啊 为你准备了两瓶绿茶 但是呢 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走到这边来 你看 就需要盲猜 这个是一号 这个是二号 我们工作人员啊 太有意思了 这颜色它都不一样 对吧 好 这样 我们这不是盲猜吗 它颜色它都不一样 来 没关系 重点就是呢 接下来千玺在不看包装 看到颜色的前提之下 经过品尝来看看分别能不能够分出分别是什么样的口味 好不好 好 第一个是我们的一号 这个是什么口感 蜂蜜吧 应该是蜂蜜 就蜂蜜的味道很明显是吧 对 很明显 那茶的味道也很明显吗 也很明显 好 第二个 金橘的味道很明显 所以这杯应该是我们的 谁 都学会抢答了 来 再来问一下 一号是我们的什么绿茶 蜂蜜 二号是 蜂蜜 给你们厉害的 来 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答案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刚刚觉得这瓶是我们的蜂蜜味的绿茶 我们把它打开 恭喜你 回答正确 这个时候我要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我身边的千玺 不愧是我们康师傅绿茶的品牌代言人 好 真的是非常非常了解了 来 接下来呢 这样好了 我们走到中间 我们来考一考我们现场的观众吧 好不好 你们都这么会抢答 我们一起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是我们品牌代言人的好朋友 对不对 请听好 接下来我要问你们的问题是 康师傅绿茶 好喝又有活力的 我喊三二一你们在说答案啊 秘诀到底是什么 刚刚那个老师是有教过我们的 好吧 有一个加号中间 然后前面是两个字 后面是两个字 你们可以告诉我是某某加某某 我们喊三二一之后 大家一起来告诉我们答案 好不好 来 三二一 确定吗 确定 真的这么确定吗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真的是太棒了 这一堂茶艺课没有白学 哇 这样的互动环节 竟然我们也津津有味 好 那接下来有一个 真的是比较适合年轻人的一个互动环节了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特别适合用 喜欢用表情聊天 你在生活当中千玺会用表情聊天吗 会 会 会啊 因为经常我看她发的一些东西 也很爱用表情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来玩一个表情成语 然后我们也准备了几个题目 千玺来跟我们一起来猜一猜 哇 第一题太难了 我的天 我们要不要走到这边上来看一下 好 千玺 我们玩一个好玩的好不好 嗯 你不要直接告诉我答案 你给我编出三个答案 啊 啊 能不能编出来 编不出来也没事 你就直接说正确答案 肯定是绿茶加蜂蜜 绿茶加蜂蜜 所以绿茶加蜂蜜 等于您代言的 康师傅绿茶 好 那么这个就是正确答案 就是我们的康师傅绿茶 大家认可吗 第二题我就真的不知道 你能不能打上来了 嗯 太阳 茶 蛋 饭 茶淡饭 粗茶淡 也不对 茶 粗茶淡饭 嗯 粗茶淡饭 其实还有一种另外的说法 然后呢 太阳 有太阳的天是什么天 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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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淡饭 清茶淡饭 你们认可这个答案吗 嗨 真是一群小机灵鬼呢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康师傅绿茶 第二个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 清 茶 淡饭 掌声送给千玺 来来来来来 再说一遍 你们一起说一遍 她代言的什么东西也很棒来着 谢谢你们真的感谢你们 好吧 现在时间到几点了 帮我看一下 七点多少 七点 七点 干嘛 我们现在在原地打转是吧 二十二是吧 好 那刚刚呢 我们其实也非常的感谢千玺 还没到结尾 不用担心啊 千玺来到我们康师傅绿茶品牌发布会 跟我们分享她保持清新活力的一个秘密 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环节 麻烦各位拿好自己的相机要好好拍照 好不好 来 让我们回归主题 让千玺跟我们一起来开启康师傅绿茶清新活力的秘诀 我们请工作人员来上道具 这个时候可以点点音乐 BGM老师 来 对 可以自由地发表你们想说的话 好 也不用太多 好 你先拿这个 因为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千玺呢 要把清新活力的康师傅绿茶放到这个装置当中 揭开我们康师傅绿茶清新活力的一个秘密 然后请大家呢 也请先留意一下 我们舞台这边的这个宣传屏 等一下啊会有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 就是千玺呢 把我们的康师傅绿茶一放到这个装置当中 我们的蜂巢边框里 就会随之浮现出别致的光影 绿茶加蜂蜜 这就是康师傅绿茶清新活力的最终奥秘了 那接下来 我们要请全场跟我一起来倒数 请千玺来开启我们康师傅绿茶清新活力的秘诀 好不好 我们五个数的一个倒数 来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没错 我们康师傅绿茶清新活力的秘密就是 绿茶加蜂蜜 清新天活力 带来活力好心情 好了 今天呢 特别的感谢千玺能够来到我们康师傅绿茶清新活力的品牌发布会 那么今天呢 嗨嗨嗨 我给你们谋福利呢 别着急啊 先请工作人员把这个给我撤下去 你都不知道要干嘛吧 因为是这样子 先走到这边来 因为今天也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个渠道 跟报名的方式 来到我们现场来的 其实能来一趟也特别的不容易 而且这段期间 其实见一面也挺难的 对不对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呢 在依依不舍得和千玺说再见之前 我们邀请千玺跟我们现场的观众 来一场大合影好不好 好 开心吧 来 千玺 我们请千玺到这边来 然后请我们的摄影师 然后你可以转过来 然后跟他们一起啊 来来来上 没关系没关系 赶紧亮出自己啊 你们的秘诀就是你们的眼睛 能看到这个机器 要不然你们被挡了 你们就拍不到了啊 来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千玺最后吧 最后再给大家送两句话吧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谢谢 也请大家记得多多的支持一昂千玺 支持她各种各样的全新的用心的作品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一昂千玺代言的康师傅 好 绿茶 谢谢千玺 谢谢 谢谢 好 给你们